互联的狂大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和我继续学习零基础,就我们学习Delphi 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谈一下多分之case语句 这个case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小case这个意思 case呢,的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事件 一件事,两件事的意思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大家第一印象是不是觉得非常荡腾 都是if then, if then, if then, if then,很多的重复 我们说了我们的机器的发明,就是为了人类能够偷朗 编程的发明,就是为了指导机器如何去偷朗 对不对,从而达到让我们人类可以更加的舒适的偷朗 但是呢,面对这样的编程,你还可以偷朗得下吗 每一个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可以使他用一劳永逸的方法呢 不用说一百个我就写一百次这样子 有,就是我们的多分之case语句 好,非常的纳闷,这段代码 首先呢,当分之很多的时候 用if语句来实现是可以的 有时候呢,还要嵌套很多层 刚才我们这里没有嵌套,大家没有看到 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没有嵌套 只是看起来比较烦啊 如果是嵌套的话呢,就if then 这样啊,里面再有一个if then else 在里面有一个if then else 一套嵌一套啊,这样的话非常的当疼 而且很容易出错啊 你多加了一个分号就可能会出错 对不对啊,为了实现多分支 大家提供了这个case语句 该语句呢,又称为多分支语句 其语法结构格式呢,是这样的 case of 这里是一个表达式 例如说我写一个 刚才我们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a啊,那我直接就写 case of 我这样写给大家看啊,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好的偷懒啊 case 然后表达式就是要求的那个值 你可以是一个数字a off 那这样的话呢,值一啊,它可能为什么 可能为字符创f的时候啊 为字符创f的时候执行以下语句 当它为字符创i的时候 执行这个语句 当它为字符创什么 啊,fis的时候 执行第三个语句啊 这样子一只类推 当它这些都不是的时候 执行else下面的语句 然后呢,end 记得用end 表示这个case of的结束 好,这个比我们西语言里面要简单一点 西语言里面呢,每一个 每一个值之后要有一个break跳出 对不对 好,那我们继续 这个是我们的基本语法 等一下呢,我们在实践的时候 会非常明显的看到它的优势 和它的一些好处 好吧 等一下,我们之前不是说 实现过我们这个霓虹灯程序嘛 对吧 等一下我们实现霓虹灯的第二代程序啊 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漂亮 好,那这个功能呢 就是根据变量的值 或者说是表达式的值 决定执行哪一个分支的语句 执行case语句的时候呢 首先计算表达式的值 如果直到1和end之间的值呢 就对应找到它的值 然后执行它后面,冒号后面的语句 否则呢,就执行else后面的语句 但是呢,else可以,可要也可不要 但是这个ens表示着这整个语法的末尾 这个肯定要,else可以不要 当你可以确定你只有5个值的时候 那你就1,2,3,4,5就行了 就不用else了 好吧,else就是说预防有出现不测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编程都是非常的谨慎的 编程需要谨慎啊 小姐在这里需要给大家 着重的强调一下 尤其是我们 现在的这些语法啊 编写的规范 特别要注意啊 当你声明了哪个变量之后呢 你应该随时的把它给付出值 因为呢,我们这个局部变量 它都是内存随机赋予一个值的 如果你没有谁,给它付出值 然后把它用到其他种情况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出错啊 有些朋友说错就错了 改过来不行了啊 有些问题 当你一错的时候呢 就会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啊 因为这个,这种叫做bug bug,bug,B-U-G,bug 越大的程序它会有越大的bug 所以我们在编程的这个经验里面说啊 做一个程序什么的成本最大 不是你开发设计这个程序的成本最大 而成本最大的是这个程序的事后维护啊 这个维护成本十年,二十年 越来越会越大啊 打补丁的这个过程 你像我们的Windows SP系统 它升到现在有十年多的历史了啊 它打了十年多的补丁 还是不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这样那样的bug 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不小心 各种各样极小的一些漏洞 引起的问题 好,关于这个bug呢 小姐有一些事例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软件编程bug 引发的十次严重后果 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严重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补充一些这样的课外知识 还是对你有好处的 例如说我们这个阿里亚那五号 我这个五号的火箭啊 这个非常的悲剧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是代码重用啊 它这个第五代的火箭 用了第四代的代码 然后呢第四代的代码呢 是16位的 然后第五代的是64位的 直接将一个64位的值 负值的浮点值 负值给一个16位的浮点值 大家可以想象啊 有编程经验的话可以想象 这就会引起一个代码的溢出啊 导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bug 是启发了它的自我摧毁装置啊 因为呢我们知道装置 它它里面的数据不是1就是0对吧 你要是溢出两个把应该有的数据把它给覆盖错了 对吧 你可能这个自我摧毁装置要么就是1要么就是0 由于某一段代码的溢出啊 把原来是0的数据把它覆盖成1了 OK 那就等着自爆吧 这后面还有一些经常多的例子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作为编程人员应该有的一个谨慎和客观的态度 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好吧 因为呢小脚也经常是初心漫乎的啊 很多代码呢 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学的规范一点漂亮一点啊 不然的话呢 人家会说这个代码很臭啊 很臭就是很难看得懂 好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表达式的值呢 必须是顺序类型啊 这个整形啊 制服型啊 不而行啊 子戒型啊 没举型 这子戒型没举型我们还没学过啊 但是我们等一下举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然后呢 值1到值n 应该是表达式可能出现的值 他们还应该各不相同 如果不出现的话呢 那个代码就废弃了 对不对 如果啊 我们这个表达式的某几个值 执行相同的语句 那么可以在这几个值写在同一行上 用逗号分割 我们可以这么写 例如说我 case of case of这里是n 一个表达式n 当n的时候 当n的值取1取2的时候 都 打印出小鸟一旺碎 啊 那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说 1冒号小鸟一旺碎 2冒号小鸟一旺碎 这样的话呢 又是陷入了非常重复和非常无聊的一个框框 对吧 浪费我们的开发时间 你直接1 逗号 2 冒号小鸟一旺碎 啊 这样就行了 好 还是不要说旺碎 啊 一般说旺碎的那几个家伙都死得比较早的啊 这不好 这不给力 好啊 100岁就够了 啊 第三个 语句 可以是简单语句 也可以是复合语句 我们说过复合语句要怎么办 用begin和end 把它给扩起来 啊 在西语言里面呢 在其他编程语言 语言里面呢 我们是用两个大括号 把它扩起一堆复合语句 对吧 而在我们这个delphi里面 我们不这么做 我们用begin 啊 be g i 啊 这个是i n begin 还有这个end 里面扩起很多个语句啊 这个begin和end 相当于这两个大括号 好的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 else语句呢 可以省略啊 当你确定说 这个值肯定会在你前面 列举的几个值的时候 else语句你完全可以省略的 好 因为else语句呢 就是以防出现不测 出现的没有我列举的 这几个值 那么 他就 调用else语句 来进行一个上后处理 case语句 和if语句啊 case语句可以用if语句来实现啊 绝对可以 就像刚才一样 比较麻烦而已啊 比较乱而已 当if语句呢 就不一定能用case语句来实现啊 大家怎么理解呢 可不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例子来解释一下这样一个现象呢 ok啊大家都知道啊小小鱼最喜欢说把这个编程跟生活联系在一起啊把生活跟妹妹联系在一起啊这个是每个男人所应该啊有的一些哎坏习惯啊啊可能是小小鱼比较糟糕好if语句呢不一定用case语句来实现假如啊对于一个女孩子啊我们对她有两种态度要不是喜欢 要不是不喜欢啊我们把她硬硬的掰成两种态度这就是对事情的一个抽象啊我们编程呢就是对一个事情的抽象来进行开发的好那如果喜欢的话呢我就会追她或者说选择放弃因为她太漂亮了太漂亮我就觉得我哎小小鱼长得又矮哎长得又丑啊说话又不怎么会说话啊还是放弃算了啊好那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就直接不喜欢了当啊那如果追她的话呢又有两种情况啊对吧 追她的话会修成正果啊这是我们希望的因为这后面不够写了小鱼就不举了那么多ABC事件了啊例如说有A军的出现啊路人甲的干扰等等好如果放弃的话呢就悔恨终生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只能用if语句的欠套来实现 用case语句呢就反而显得非常的什么没麻烦和不必要对不对啊用if语句一个欠一个你用case语句怎么欠对不对 你不能一case就悔恨终生嘛对吧啊就是这么回事好那我们是我们的实践时间啊我相信学习delphi大家会学习小鱼的delphi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实践时间是非常的愉快的啊我们的程序都是我们自己没事找查研究出来的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霓虹灯二代程序一点击哎我们发现有变化了对不对它的背景颜色变了它的背景颜色变了啊 然后它里面的字体颜色也会发生改变啊例如说红色啊红色对吧绿色啊对吧然后漂浮浮定好那这样一个程序如何来实现呢好 小嘴这一节课呢就大家大家从零开始来打好不好不要再拿这个原代码来吓唬大家了不然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这样子比较有难度啊现在我们一世腾伦一起来打我们新建一个 OK 首先嘛我们给他标题命名一下啊 余西啊霓虹灯 啊有有有朋友知道这网页不叫霓虹灯的话呢就请通知我啊 然后呢我们不想它出现上面这个框框对吧要不的话我们运行之后它上面有这个框框不好看啊 没有框框是选择哪个呢大家请告诉我 Border style的Border style就是边框的种类 我们选择那没有边框 好那我们运行之后呢它是没有边框的 OK 没有边框怎么关闭呢哎在这关闭 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应该有一个label空间啊 label空间呢写着我们的主题 嗯 呃余西啊吧啊对余西啊我们学习的家园 OK 然后 然后我们还要因为它每一秒钟会发生一个变化 它的变化还是不规律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问题 每一秒钟它就有一个计时 然后不规律它就有一个随机值 怎么产生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计时的闹钟给弄下来 在system 时间空间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里的单位是毫秒啊 这个就是间隔啊 间距1000毫秒它调用它一次 调用执行什么动作呢我们双击它因为它就只有一个事件啊 当它达到1000毫秒的时候它就调用一次 实现什么事件呢 首先嘛我们应该改变它的大小 对不对 改变它的大小 那改变它大小容易啊 就是改变它字体的大小嘛 对吧 那字体的大小呢就是它这个叫做label 对吧 LABEL 我们第一个默认 默认进去的肯定是一号啊 LABEL一号叫做LABEL一号 然后的font 大小是size啊 对吧 大家如果说我不会英文怎么办 没关系也就这几个啊 size就是大小 那你现在就记住了size就是大小 font呢就是字体啊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一个这个delphi7有中文版的啊 下载一个翻译好的中文版的 那更加简单 对吧 当然这些英文还是要造写的啊 然后呢它的大小 我们用一个行数叫做随机行数 还记得吧 RADOM I-N-D-O-M 对吧 RADOM RADOM行数 中间呢调用一个值 产生0到这个数的值啊 50 那它就会产生0到50的随机大小 然后呢我们发觉这个它的动态变化啊 这个程序它会走来走去啊 有马灯一样走来走去 那走来走去呢就是使着整个窗体走来走去 对不对啊 那窗体就是什么啊 我们默认刚开始新建的窗体呢就是这个form 对吧 第一个窗体就是form1 以后我们会学多个窗体互相调用啊 到时候就会有form2 form3 unit2 unit3啊 这个我们以后学到的以后再来 它移动就是它的左右位置发生变化 对吧 那左边就是left left就是左啊 左然后上下呢就是top 它也是一个RADOM值啊 给它一个随机值0到800之间因为我们这个分辨率呢是多少是800乘以600的为了适应大家都能够很好的观赏效果 所以小姐会把这个录制视频的分辨率调用成800乘以600啊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自己喜欢的一个值 这完全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来编译一下了啊 我们整这些程序的一个规律呢 就是说你不要写太长代码 再一次性来调用 不然的话呢 错它会连着一起错的 有一个连锁效应 你应该是没写一段代码啊 有间隔的编译一下 看运行是不是跟我们理想一样 它在改变 对吧 它在改变 它在改变 但是我们发觉啊 这个没有我们那么美光 它就一塌东西在这里 它就在这里了 对不对 它没有随着它变大而变小 那怎么办呢 OK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改变它的autosize autosize autosize在哪里呢 autosize autosize只要把它改变为tru的话呢 它就会随着里面的内容变大 它的框框就会变大 内容变小 它就会随着变小 我们我们不在这里改 我们通过代码来改 可以吧 oncreate 当它创建的时候 我改变两个 一个是from one.autosize auto呢 就是自动 size呢 就是尺寸 自动尺寸 大家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它是一个布尔类型 当它为tru的时候 tru就是真的 当它为tru的时候呢 它就自动尺寸了 还有一个label 没有问题吧 我们又编译一下 看一下啊 刚开始学的时候 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啊 不怕累 不怕苦 好 看到没有 它会自动改变啊 字体变大 它就变大 但是呢 我们刚才还发 发觉了有一个特点 它有颜色的一个变化 颜色的变化啊 我们颜色的变化呢 就要用我们学到的新知识了 依然在触发这个时间的时候 发生颜色的变化 颜色怎么变呢 哎 我们用case case 我们产生一个值 可不可以 产生一个随机值 可不可以 啊 ra ndom 随机值 这个值呢 八种变化啊 八种变化 然后呢 off and 你也写好了 这是成对编写规则啊 比如说你学习细缘的时候 我们大括号小括号一起写 然后在这里呢 就写内容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说因为多个嵌套 就忘了一个括号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在delphi中啊 要 如果要加对一个代码 进行注释的话呢 我例如这样啊 就用双斜杠就好了 它继承了C++的一个规则 随机颜色修改 好 那 它总共有多少种颜色呢 很多朋友就 可能就不知道了 对吧 因为这网友完全就是 说系统约定说 什么颜色叫什么名字 它就叫什么名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嘛 在这里我们会找到一个 叫随便一个空间 你都会找到一个 叫做color的东西 是吧 color的东西呢 有cl bitten face 就是这种灰色 cl mat gray 深灰色 然后呢 还有写了heightlight 写了graytest 是不是可以找到很多很多 对不对 很多很多的颜色 我们这里就随便列举几种颜色啊 当它怎么呢 当它为1的时候 当它的只为1的时候啊 这 那我就什么 我们就label label1.color 为什么是label1.color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点到这个label 看一下啊 我们改变这个color的值 改变为 黑色 它是不是背景就变黑色了 当然我也可以改变这个的值啊 因为它们两个都是autoset 就是说同步大小的 所以这个黑色会覆盖这个 你把这个底面改为黑色也行 两个我们认取一个 好 那我们知道说改变这个的color 就是改变它的背景的值 ok我们这个网页黑乎乎的就啥都看不到了对吧 那我们就改成白色的啊 好 当然这里写出了啊 要从零开始 要不我们就漏了一个值 对吧 因为 radom这个函数产生的随机值呢 就是0到这个里面的一个值啊 这个是8的话呢 它就产生一个0到7的值 大于0 大1.0 小于8的这个值 好 等于多少呢 等于cl cl开头的啊 cl yellow啊 等于cl yellow 好吧 然后它等于1的话呢 它就label1点color 等于cl green green绿色 对不对 好 等于2的时候呢 等于cl red OK 我们会发觉 其实这后面都是颜色 加上cl 为什么是这样呢 OK 还只是一个约定啊 都是系统 这个ide 它配置好的一个约定 cl加上一个gray 四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还是不要产生太多啊 要不的话呢 大家都看我在做这个无聊的循环 大家会纳闷的啊 我们就产生五种情况 大家啊 注意编程的一个规范啊 cl 还有什么颜色 我们没有用到呢 white 可不可以啊 white 白色啊 这个呢 就是使它的背景色的发生改变 那我们要改变里面字体的颜色 我们说改哪里啊 我们是不是这里有一个font font点进之后呢 有一个 啊 有点慢啊 有一个大小 还有一个字形 对吧 还有一个字体啊 那我们就改变着它这个 这个颜色 还有一个color啊 font有一个color 那我们可以通过 再来一段case of 可以吧 嘿 啊 当它等于多少啊 这个就 都改为font 代码一定要一段一段的敲啊 我们这是有点小小的偷懒 但是呢 适度的偷懒 那也是很好的 啊 点size OK 写代码一定要注意 还有多调试啊 以后再教大家怎么详细来进行调试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哇 不见了 我们的程序呢 啊 变得非常大 对不对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大呢 好吧 啊 消息还又出现了一个错误啊 我们改变的是颜色 我们改变它的尺寸干嘛 对吧 好 点color啊 C O O L OK啊 初心了啊 初心引发的血案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多调试啊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了 为什么这里是size 而我这里给它的是一个 贵灰色 它能够表现出这么大一个颜色 我们没有给它一个值啊 事实上啊 这些都是约定 例如说系统说 888就相当于红色 444就相当于绿色 FFF就相当于白色 同样的道理 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数据啊 我们 我们这里肯定不想用888 因为呢 谁能够记住说888就是灰色 呃 FFF就是白色呢 对不对 我们所以它就用一个红定义之类的 把它给这样覆盖起来 好啊 出现一点小插曲 不过没问题 好 我们的程序呢 好 运行起来了 对吧 OK 啊 它在时刻改变的 对吧 它在这里跳来跳去 好 非常的 哑光啊 OK 那这是我们 这样一个霓虹灯 二号程序 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思想 把它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好吧 记得啊 如果你喜欢鱼西的话呢 请在程序上写上啊 鱼西加上你的昵称 这样子呢 啊 鱼西会因此而更有面子 谢谢 好 因为大家的创造性啊 小姐也是非常的这个相信的 好 那我们有一个阶段性的上机实践课程啊 也称之为小节课程 那这个课程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delphi啊 小姐这个视频中的一个原创啊 其他的视频呢 还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小姐觉得我们既然是学习这个实践性非常高的语言的话呢 我们应该多实践多做一些有用的程序让大家去好好的发挥发挥想象力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每隔几课啊每隔一些课时就会按照什么呢 按照之前的想学过的内容把它通过一些实力比较复杂一点的实力展示给大家 让大家啊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姐说哎 这个对这个错 这个对这个错 他不一定是对和错 因为小姐有个人的一些不足和无知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大家都要通过实践来给自己更加深厚的体验 好 首先呢 是我们这个余西加密程序 有1.0版和2.0版啊 1.0版呢 是普通版 2.0版呢 是黑客版 什么叫黑客版呢 也就是比较难一点点啊 比较谨慎一点点 其实没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密程序有什么特点 好 我们的程序点开来就是要求我们输入密码 对不对 那我们就随便输入一个密码啊 密码当然是我预先设定好的 我们这个程序还没有设定密码的功能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过数据库 还没有学过注册表 还没有学过文件操作 所以呢 我们只能啊 先在全局变量或者局部变量里面定义我们自认为是密码的密码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版本的程序 例如说输入123456 我们看到了我们输入的会被用信号表示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可以去掉一个两个 对吧 又可以输入 因为呢 为什么要用信号表示出来 因为密码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的 如果说我随便输入 它都显示出来了 那很容易让后面的家伙有可乘之机 好 然后我们输入肯定密码是错误的 因为呢 小脚也不知道密码是多少啊 好 因为呢 这个程序写了比较久了啊 忘了 然后呢 还有两次机会 那我试着都都出现错误 它会产生什么情况啊 随便输入啊 哎 他说密码错误达到三次 程序将自动关闭 嗯 不见了 对吧 然后呢 我突然又记得密码了 好 好 应该是fishy.com 啊 叫个港号 哎 还是错误啊 大写的fishy.com吧 哎 还是错误啊 那那那那算了 最后一次挑战 还是错误的话呢 好吧 那我就说啊 如果成功的话呢 它会堂出一个恭喜 成功的一个界面啊 这是我们第一个榜本 然后第二个榜本呢 是我们这个 鱼锡屏幕保护程序的 第一个榜本啊 这第二个榜本呢 我们在下节课在谈代码的时候 再来谈啊 如何的进行改进 好 这个榜本呢 是这样的 哎 我点击之后 大家发觉没有啊 我们进入了 我们这个是一个平保程序 大家看到的这个 好像是桌面的东西呢 事实上不是小脚椅的桌面啊 啊 我把这个 鼠标的声音调出来啊 大家看我双击啊 双击双击双击 没有任何效果 我按下键盘的F键啊 G键啊 按下键盘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当我按下空格的时候 它会弹出说要你解锁的一个密码 那我就输入facec.com 然后呢 我双击它 哎 解锁成功 把这个程序都退出来了啊 事实上呢 刚才那个不是我的界面啊 我这个界面是这样的啊 长得像而已 好吧 只是忽悠别人啊 这个程序你一打开之后呢 一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界面啊 但是这个界面呢 是假的 要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然后我们这个课后 来把这个程序给玩上起来 下一节课 小姐带大家来做这两个程序 以及这两个程序的 呃 黑客榜本啊 就是改进榜本 好的 今天的视频讲座就讲解到这里 下期 先